朋友们 你们已经多久没有吃过 两块钱以下的烤肉了 听说有一家店 它的烧烤都是一块五 真的假的 走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的餐已经齐了 要了一个凉瓶 一个黄面 然后这些就是烧烤 这个凉瓶和黄面都是九块钱 然后烧烤的大部分都是一块五 其中鸡针是七块钱 鸡翅是八块钱 鱿鱼须是三块钱 这凉皮里面有面子 黄瓜汁还有花生碎 把它拌一下 这个就是一块五的口容 两瘦一肥 中间加的这个就是肥的 小小的鸡串的分量比较少 但是这个也很便宜啊 你一块多的烤肉 还是十年前的事情吧 这个是肥脂 就是豆腐杆 好蘑菇 他这烤串烤的都是挺入味的 因为他是电烤嘛 就少了那种烟熏的味道 他这个肉呢 感觉是腌制过的 有那种洋葱的味道 就是烤辣子和香肠 一个辣椒一节火腿肠 这个也是一块五的 这个辣椒好咸 他这个辣椒烤的就是那种 脆脆的口感 也不辣是那种甜椒 豆腐皮卷韭菜 豆腐皮卷韭菜 豆腐韭菜怎么哭了 他这个豆腐皮烤完以后就是干干的 特别有嚼劲 我听是这种脆脆的感觉 这个是烤鱼排 这个是肚子 肚子就拿了一串 是同桌吃的 我给他留下 这个是板筋 烤起来筋筋的 但是不费牙口 味道越咬越香 这个是鱿鱼须 鱿鱼须是3块钱一串 但是感觉这个鱼须不是很入味 稍微有点淡 这就是鱼须一串 他们有两个8块钱 这个机器人是之前要腌制过的 他这个外皮就烤得很焦碎 继续吃我的凉皮 他这个凉皮的卤子不是那种非常粘稠的 就是比较清爽 怎么感觉他这个黄面条比我的凉皮 辣 你看红红的 我 不尝一口 他这里面的辣椒真的好香啊 最后黄面的辣子要比我那个凉皮的要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 我没有给他提前说过呀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肠子吗 这是我 这是我同桌小伙伴拿的 他比较喜欢吃这种东西 这个是鸡针 这个也是你拿的吧 鸡针也是我拿的 但是钱不 哎 我说这是肝子 我说肝子 肝子 肝子 肝子我没有看到呀 肝子你找一下 嗯 这个是吧 这是肝子 肝子 肝子没有吗 你是不是吃过了 我没吃鸡肝 你看肝子有没有吃 有呢有呢 我给他放过了 这个是鸡针 这个也是铜锣小伙伴奥的 这个是 7块 7块钱一串 嗯 好了 咱们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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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脆啊 好吃 吃吃点 肉圆还是肉好吃 咱们吃吧 mente小炒肉好吃 肥肉看拿的时候还挺大的 现在就 小炒 咱们吃吧 这个店的环境特别的好 根本不像一个吃烧烤的地方 特别像一个酒吧 但就是中间隔一个挡板 吃起来太费劲了 在其他地方吃烤肉 我一般都是三串五串 毕竟至少都是五块钱一串 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钱包 说实话我今天来这边 去拿那个串的时候吧 就放开了 就觉得应该还是在自己的 承受范围内的 但我们今天到底吃了多少钱呢 一块五的烤串 二十六串 然后鸡针鸡翅 鱼翅 还有两瓶黄面 总共是八十六块钱